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臭水 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月更的军粮开箱节目 这次呢我们来开箱一个特别稀有的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军粮罐头 收加170块钱就这么一小份罐头 选亏啊有没有 这亏都老老家了 里面呢就只有230克的东西非常少 而且这口粮这么一小罐就感觉没什么战斗力啊 饭呢是早上吃的不到中午就饿 开火还没俩小时就被俘虏 晚上在对面大本营吃猪肉炖粉条 哇 香的一批 哈哈哈哈 好 不开玩笑 其实它就是一个名版的所谓的军粮 你可以理解说那种军粮的周边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周边吧 周边产品 他们不是喜欢卖周边吗 OK 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罐头 上面主要的图案呢就是一个护卫舰 旁边呢还清晰的标注了这一艘舰的各种信息 看这句话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食谱啊 是由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提供的 就是说它确实就是一个自卫队的一个周边产品 呦 它还是一个20周年的限定版的口粮 感觉就比较适合收藏啊 身为一个美食博主 古董俊梁我们都吃了 这玩儿它算个啥呀 OK 直接开走 看它这个罐子外面介绍的它里面应该是个咖喱饭来着 打开瞅一瞅 像这种罐头带拉环的它能是军用罐头吗 诶 这颜色好像不怎么好看呀 嗯 文贤它有一股很香浓的咖喱味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但是这个米饭呢 它不会就只有一罐这个咖喱吧 还要自配米饭吗 倒出来瞅一瞅 我天 我天 这个糟糕的形状 这也就是一份咖喱 没米饭呀 还非要说有米饭 这商家有点坑啊 这个味道怎么那么像俄罗斯的蔬菜酱呢 就是多了点咖喱的味道 它不会是咖喱味的蔬菜酱吧 味道就是有点辣辣的 甜甜的 还凑合吧 就是这个 它这个性状不太好 我看这1700个的雪盔的要死 给大家看看我刚才翻译出来的配料 它里面有放洋葱 土豆 胡萝卜 还有猪肉 小麦粉啊 猪油啊 还有一些牛奶 苹果酱 番茄酱 还有各种香辛料 盐啊 咖喱粉啊 还有芒果肉酱 砂糖啊 蜂蜜啊 大豆油啊 应该还有蒜 什么肉筋 蓝椒 什么嫩煎洋葱 反正还有各种添加剂 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 怪不得这个味道吃起来这么奇怪 说不上难吃 但是也不太好吃呀 OK 我们去给它给加热一下 加热完毕 怎么看起来更没食欲了呢 比刚才更香浓了 我一百期买个罐头还得自配米饭 太啃了 就这一盘破咖喱 我们卖这么贵 这就是品牌的力量 咖喱配米饭 加热之后这个味道就比较正常多了 里面也是有一些大块东西的 但是非常少 你看这儿 这就有一块肉 肉质比较柴啊 一块猪肉 一百期就吃个这 味道还不好 学亏啊各位小伙伴们 我感觉还没我自己做的咖喱好吃的 实在是不好吃啊 这回味还有一种苦涩感 真的比较差劲 反正不浪费的原则呢 我们还是把这碗米饭给它吃掉好了 它这个做法鼓励就是把那些蔬菜给它打成泥 然后跟咖喱一起炖 再放点土豆块 特别小的土豆块 再随便塞点肉进去 再放点添加剂 成了我天 要是不放咖喱这个东西肯定难吃的一皮 咖喱这个味是特别香的 就这么一个优点了 搞个偷变你好歹卖点好吃的呀 这个好吃个糗啊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它这个酱啊 口感特别的细腻 嗯 入口即化 我现在就不敢胡思乱想 一胡思乱想我就 反胃 赶紧解决了算了 好了好了好了 嗯 这款口粮真的可以说是我吃过的所有的军粮 加上那些名版的军粮里面最贵最难吃的一个 这个贵它是按照这个重量来算的贵 售价一百七一共二百三十克 打开一看就这么一盘不忍直视的咖喱酱糊 味道又比较奇怪 就敢卖一百七我的天 难道这个海上自卫队 它平时舰船上面存的就是这些这么难吃的口粮吗 这也太没排面了吧 毕竟它上面写的是菜谱是由海上自卫队的护卫舰提供的 那也就是说它可能味道跟那个舰上的不一样 但是材料应该是差不多的 既然材料差不多那可能味道也应该差的不太多 实在是没想到 护卫舰上吃的这么差 我感觉我的一百七简直就是吃了个寂寞 东西又少它又贵 而且还是个名版的口粮 就感觉买这个东西它真的就是图个乐好玩了 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实用价值 反正我是不推定大家购买的 大家看看我的视频不就好了吗 哇哦看我的视频啊就是好啊 又帮你们省钱了 这所谓呢省钱它就是赚钱 也就是说呢你们每天看我的视频 它就是在赚钱 每天不花一分钱 只要点赞和三连 看我视频都能赚大钱啊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东西呢 可以在评论区或者说私信留言给我 我尽量的满足大家 好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收藏来一波 顺便呢别忘了点个关注 感谢大家的支持呢 我们下期见拜拜